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进行投入花的插座 投入花不像其他插花那样 受到各种规则的束缚 但它仍需要尊重植物的个性 表现自然的风情 这是投入花主要注重的地方 首先对花材的选择 需要精心考虑 才能够创作出富有意趣的作品 假如使用两种以上的花材搭配 应该注意几种花材的个性和风韵 能够巧妙协调 既不单要留意造型 也要综合考虑色彩协调和品种搭配 这样才能设计出富有雅趣风情和个性的投入花 自然天成 而要恰好与自己构思一致的花草 是难得一遇的 但只要长家留心 一定程度上接近自己理想的材料 总是能够发现的 比如这个作品 我们用代表秋季的红枫叶和枯枝作为主枝 点缀了几枝黄颜色的隐姓叶 与黑色的花气相互应 营造了秋日的景趣 感谢观看 这个作品用线条清楚的花朵 搭配如云似雾的蕾丝花朵 风格迥异的两种花彩上下分层 插在明亮透明的高角酒杯 打造了一种夏季的凉爽感觉 这个作品用色彩比较深沉的 带有花蕾的山丽红 作用在作品的下部 搭配上颜色明亮的跳舞蓝 用树枝做几何图形穿插其间 这个造型适合冬季装饰 学会选择花彩 我们还要掌握在花瓶中插座的技巧 因为在花瓶里插是不能用建山的 那么怎么固定花枝呢 我们来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 插座投入花固定花材是重要的环节 所以我们在插花前 先掌握一些固定花材的技巧 投入花固定花材的方式有很多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 这是一根小木棍 叫做洒 但因为它被用在插花中 起到固定花材的作用 所以洒就成了专用的名字了 我们下面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一字洒 注意最好选用木本的粗一点的枝条 长度与平口的直径一样 略微大一点 选择直立的一段 把它剪下来 然后两端像削铅笔一样 把它们削尖 然后把它卡在花器的 口的一厘米以下的位置 一个合格的洒 是可以用手将它整个花器拎起来的 这样花枝插在一边相互交叉 就很容易固定多了 另一边瓶口流出来 整个作品也清朗起来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容易固定多了 花瓶的瓶口较大时 可以做一个十字洒 就是在一字洒的基础上 再加一只十字 或者是外形的 甚至颈字型的 做法如同一字洒一样 就是在一字洒的基础上 加一根树枝就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洒的用处 花枝的底端 靠近花瓶的壁 顶端靠在洒上面 交叉在花器的中央 外形可以将大量的花材 插在外的开叉的位置 还有一种方法 叫夹枝固定法 花枝插入花瓶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移动 令插花者很伤脑筋 一种简单的方法 是采用横枝夹腹固定 就是加一只树枝的根部 切一个小口 然后嵌入一片小竹片 或者是小木片 使花枝和花瓶 有三个支撑点 起到固定花材的作用 这种被称为 隔柳或者钉字质 这一个方法非常简单一行 而且花枝的根部被剪开 非常有利于吸收水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夹枝固定法的操作 小木片夹袋里面 有三个支撑点 然后把它插在花器里面 就很容易固定了 还有一种方法叫夹翼制固定 如果花枝短了 在花瓶中显得很矮 而且也不好固定 这里我们就介绍一种技巧 在花枝的下端 加一根一枝 也就是叫做腐枝 再配合上撒的运用 这样就可以随意固定了 一枝用不那么容易 被水泡烂的枝条 加接在原来的短枝上 可以用橡皮筋 也可以用铁丝捆网 加长花枝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横撒 还是用下皮筋来固定 这就是横洒 这个交叉点的高低位置 要根据瓶口平身的尺寸来决定 要保证短支放在瓶里的时候 这个接口要在瓶口以下的位置 而横洒的长度要略大于横支 所在支出平身的直径 横洒往里放的时候 先把它竖立捏起来 然后让它进到瓶里面以后 轻轻松开 横洒会自动弹开 这样就像变魔术一样 直律在花瓶中了 开始的时候 做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那我们多试着做几次 就会有经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